電視視頻 兒童是社會未來動良 疏忽照顧,甚至是虐待他們 都是不可以原諒的罪行 除了彈跳之外, 尖尺或雙手 只能蓋我一把 少年人入世未深 就被同伴無故欺凌 都會令青春歲月退色 無緣無故被人大聲, 說我禍頭 搶我的電話, 搶我的銀板裡的錢 第一次受不住這種經歷 然後我就渴散了腰症 眼見旁人受苦 不少人可能選擇置身事外 正常香港人的心態 都是多事不宜少一時的事 人家應該問你 我打兒子, 關你什麼事? 你怎麼說?你都沒話可說 不過沉默背後 可能換來一輩子的內疚 雖然我沒有分打他 但是我是否有分令他有傷害 如果這件事再發生在面前 我絕對會調停 政府計劃惡法 旁觀若而沒有制止又沒有舉報 可能要負上刑責 去檢控一些很嚴重的案件 其實是對整個社會的一個責任 或者是一個社會公義 而是司法公義的一個重要的一環 社會上有聲音 旁觀者也有責任舉報霸凌 國家自掃門前說 可能令悲劇發生 星期日檔案一連兩集 探討旁觀者可以怎樣做 來扭轉受害者的命運 屯門懷疑被虐待五歲女童 一個嬰兒在大角咀單位內 身上有多處的乳傷和腸傷 欠個保護兒童會職員 保良局幼兒組也有人接監虐兒 過去幾年 香港接連發生蟹人聽聞的虐兒案件 施虐者是照顧者, 甚至是家人 去年警方接獲的虐兒案件急增六成 超過一千二百宗 是近五年來新高 他不知道是否罵他 又不是你自己生的 你也不會去虐待他, 不會打他 是否你兒女也好 始終他也是人, 大哥 若然案件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 如果有小女兒自己一個流連街頭 你會怎樣做呢 我想會有很嚴重的原因 因為我是不正常, 或是疏不照顧 如果他主動要你幫他 那就了解一下 這晚在荃灣鬧事 有個六歲的小女兒, 一個人在街頭徘徊 這個其實是由警方家庭衝突 及性暴力政策組 聯同社福機構所進行的一項社會實驗 希望由途人的反應 分析他們保護兒童的意識和心態 研究結果會有助政府日後制定 更有效的宣傳教育工作 年紀較小的小孩, 他們不用上學 不可以透過老師、社工等等 去揭發這類型的案件 這類型的案件通常發生在家裡 不可以靠一般的警方巡邏 就可以偵測到 所以就要靠多方面的角色去幫忙 其實在人口囚密的社會裡 途人、鄰居等等 都可能察覺到懷疑虐待兒童的個案 他們就成為旁觀者的角色 我們是希望提升市民守望相助的意識 好, 天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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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籌這次研究的總督察歐佩珊說 除了警方之外 還有臨床心理學家和社工參與 他們在不同的位置觀察途人 看到獨留在街邊的小女孩 會怎樣做 這個時而不見得這麼重要? 直望到妹妹 拿我的電話出來按電話 直走直過 這項社會實驗做了一個小時 期間有超過3500個途人經過 不過他們很多都不聞不問 只顧著低頭望守記 會不會他家人可能在賣東西 只不過是坐在那裡呢? 這麼多人人來, 我那一刻… 那一刻不是很感受到很危險 所以就直接走開了 對 有點尷尬, 走過去 反而可能被人當成… 壞人? 對, 可能是這樣的 現在一對男女, 經過妹妹 女士回望, 男士都停下了 馮浩堅是警察臨床心理學家 他是街頭觀察途人的反應 並且即時追訪他們 想了解多一些他們的想法 有兩個路人, 其實離遠, 看了很久 但他們一邊猶豫, 一邊猶豫 都沒有出手, 所以我就追過來 在途人之中, 只有大約180人 留意到有個小女兒一個人在 有人會回望, 有人會商量怎樣處理 不過只有六個人上前關心 餐飲之心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們出不出手幫助 其實跟很多環境因素是在環環緊扣 越多的旁觀者就會把責任分散 當我看到… 也許多人都看到這件事發生 可能路人就會覺得 其他人都有責任去幫忙 未必需要我出手幫助 每個人都覺得沒事 我過去幫忙會否很奇怪 會否很笨 這晚參與社會實驗的社工留意到 上前關心小女兒多數都是年輕人和女性 部分人說自己從事教育或經常接觸小朋友的工作 所以警覺性較高 始終就這樣見到我妹妹 她又沒有傷痕 又沒有特別, 坐在那裡的時候 那他們究竟 普通人對於一個疏不照顧兒童的意識 是否這麼清楚呢 是否都明白一件甚麼事呢 這件事真的有些人是不足的 另外, 我想他們有擔心詐騙的情況 有擔心不同性別, 如何去幫助他 社工認為旁觀者的一句關心 可能已經制止悲劇發生 有一次我不肯去社會 然後媽媽拿藤料打我 然後她拿著藤料看著我洗碗 這個令我很害怕 阿晴小學一年級開始 每隔兩、三個星期 都會被父母用手或不同的物件打 她跟雙熟的同學提過 但對方並沒有遺疑 這麼多年來 阿晴也不知道怎樣開口跟老師說 因為… 我平時在學校都內向一點 不是說跟老師有很多交流 關係還沒好到可以去談論起 跟她說這件事 其實阿晴一直都希望有人可以出手拯救自己 讓她不用再受皮肉之苦 直至她小午時參加社福機構的活動 認識社工溫臨 她主動說起這件事 才被發現是屬於有管教危機的個案 她可以幫助我 她可以幫助自己的事情 在我身上發生 我可以幫助小孩 讓他們不用經歷我經歷過的事情 我們平時都會用這裡的玩具 跟我們不同年紀的小孩 去做一些輔導的工作 甚至乎會跟她了解家庭的狀況 有些人真的會扔她 或者搖她 或者打她的臀部 都會試過 有些小孩來到的時候 她自己就會走進去裡面 關門、關窗 她覺得有個安全感 社工溫臨說 不少嚴重的若兒案件 都是由照顧者看伐兒童開始 旁觀者例如是鄰居 如果盡早介入 可以減低對兒童造成的創傷 所以她工作的機構 一直都有設立熱線 接聽有管教困難 或者舉報懷疑若兒個案的電話 那街坊有沒有說 聽到疑似打鬧聲的時候 是什麼時間? 她發現近年多了街坊 因為聽到鄰居打小孩覺得憂心 所以打電話來求助 我覺得她們的意識是高了的 不是去到很嚴重才打電話來的 有些也會真的覺得很生氣 很煩厭 為何會這樣對小朋友 也有一些很無奈 可能她們也試過用其他方法求助 但也無法改善問題 所以就聯絡我們 雲林收到求助之後 會嘗試接觸懷疑若兒的家庭 並且按現時社署的指引 辨識、評估和判斷 是否上報懷疑個案 四年前,屯門五歲女童 受虐致死案之後 法律改革委員會 隨即建議訂立新罪行 對知情不報 沒有保護兒童 免於死亡或受嚴重傷害的旁觀者 包括是同住者 和有照顧責任的從業員 私家刑責 政府也預計 明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寵案 立法強制教師、社工、醫護等 指定專業人士 舉報懷疑若兒個案 業界在諮詢期內 都對這個機制提出了不少建議 強制舉報懷疑若兒個案的精神 是及早的辨識 而我們很期望政府 制定一個明確、清晰的指引和規定 提供適當和持續的培訓 讓我們專業童功能的裝備好 辨識和處理懷疑若兒個案的能力 有時候工作上的壓力 工作上的不開心 會帶回家 所以所有情緒就發洩在他身上 阿芳的發洩對象是他的女兒Angel 幾年前開始 阿芳經常對當時還在讀小學的女兒 又打又罵 他試過用衣架打到女兒的手脫皮 直至去年 他有次隨手拿起硬物 又再打傷女兒 才被學校揭發 打頭和背部 我才偷偷自己跟學校社工告訴他 不開心, 很生氣 當日Angel的學校社工 決定報警制止悲劇再發生 社署之後轉介Angel 進入這間兒童院社 並且發現他經常有負面情緒 自我形象低落 Angel說, 如果早點有人幫他 他就可以受少一點苦 因為我覺得老師 只是負擔教我們課本的知識 那時候我覺得可能 媽媽打我也是很正常的 因為同學都說他們有被家人打過 然後…都沒有來 目前社署每年接獲 大約一千宗藥兒個案 但因應受害者意願和證據的強弱 未必每宗案的私藥者都會被起訴 2016至2020年期間 每年被定罪的更加不足一百人 原因之一 是小朋友沒辦法清晰和冷靜地作供 令律政司舉證遇上很大困難 去刮開一些他們童年裡 可能會很難堪或者很刺鼻的部分 每一件事的時段、人物、地點和經過 都需要他們告訴陪審員或法庭知道 特別是當案件涉及長時間或不同形式的侵犯 或者虐待的時候 其實是相當困難 就算是大人 都未必那麼容易可以做得到 高級檢控官林曉敏說 要小朋友在審訊期間不斷回憶受害經歷 可能會對他們造成疑似創傷 今年初,律政司成立專責小組 和社署、警方合作 優先和直接地處理若兒案件 負責統籌小組的林曉敏說 這大半年,他們已經迅速處理了 四十多宗案件 包括和樂居等涉嫌若兒的嚴重個案 去檢控一些很嚴重的案件 是一個社會公義、司法公義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希望在將施虐者成之於法的同時 我們在一個很冰冷 和可能很殘酷的法律程序環境中 可以盡量照顧到他們的感受和需要 避免我們有時候會贏了單案件 但輸了一個受害人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最需要的支援 是心理上的支援 Bella十一歲開始被父親性侵五年 但因為爸爸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身心受創的Bella 直到中四才敢跟自己信任的老師說 以及接受社工的輔導 當時是很多擔憂 因為你知道這件事一趕出來 可能就是令到一頭打散了 這個人真是被捕 我的家人是怎樣去想我呢 與其去想進入這個司法的程序 或者要報上社署 不如去想怎樣去支援受害者 以及受害者的家人 受害者的情緒上有待 因為在危機上過了 他們才逐步考慮得到公義的需要 除了司法公義之外 他們也會用其他方式 例如他提到受性侵的事件時 別人的反應是可以聆聽的 當其他人的反應是支持的 其實對於受害人來說 已經是一種公義的彰顯 就這麼多기자 黃秀容從事反性暴力工作20多年 他說不少被性侵的受害人 除了授諸法律 同樣希望有人可以輔導 和陪伴自己,療癒創傷 政府計劃立法強制指定專業人士 舉報懷疑若疑的個案 黃秀容希望有關機制參考外國 有彈性的空間 比14歲以上具備知情決定能力的少年人 在獲得適當支援的同時 也可以決定是否或何時 向警務人員和社署通報 這晚黃秀容工作的機構舉辦了一場分享會 讓參與的公眾更了解性侵受害人的感受和需要 他認為立法保護兒童的同時 對旁觀者的社區教育同樣重要 我覺得保護兒童其實是大眾的責任 不只是一些專業人士或是一小住人的責任 如果每一個旁觀者或大眾人士 去見到這些問題 他們可以積極去打擊這些性暴力 或者去主動去關心一些受害人 我覺得是更加有效 社工他們都會去跟我聊天 會玩遊戲 很多以前跟媽媽不開心的東西 都好像有一種酸食的感覺 內心就…可能不會經常都很抑鬱 受媽媽虐待的Angel 被安排住在兒童院舍 她接受了輔導之後被以前開朗 學會跟家人溝通和表達自己的感受 我當時覺得她在教我 家人打我便很正常 因為我做錯了事 我現在才知道她們這樣做是不對的 我都會想念她們做的食物 我最希望是媽媽 她…明白 怕我吧 Angel所住的兒童院舍 是由陳耀倫督道管理 她說有家庭問題的兒童和少年人 入住院舍之後 社工會定期評估 宿生的家庭狀況 如果合適的話 會鼓勵她們早日回家 她們會提供她們的家庭 機構會為若兒個案 和她們的家人 提供治療方案和管教課程等支援 協助她們改善家庭關係 希望可以阻止若兒悲劇再發生 她涉及到一些暴力 或者不恰當的手法的時候 其實往往她們是欠缺的支援 亦不是很認識她自己 還可以怎樣做 所以其實重塑整個家庭的功能 或者我們幫她們 去研究她們的家庭關係的時候 我們要讓她認識到 就是有人陪她同行 會多點跟她聊天 對, 買一些她喜歡吃的食物 Angel的媽媽阿芳 目前正接受精神科治療 她希望透過輔導 和和社工面談等服務 改善跟女兒的關係 現在每個星期 阿芳至少跟女兒見一次面 女兒, 冷不冷? 我會把女兒的衣服拿給你 把女兒的衣服拿給你 在這段日子 阿芳也很記掛女兒 她希望最終得到女兒的原諒 可以早日一家團聚 對, 很內疚, 很自責 女兒, 媽媽一直以來 這樣用暴力打給你 其實媽媽是不對的 媽媽做錯了 女兒, 媽媽希望你可以原諒媽媽 過世的一家團 她說得到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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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苦 她說得到女兒 女兒, 媽媽而是女兒 感谢观看